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 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那你知道四书五经具体指的是什么吗? 四书指的是大学、中庸、论语、孟子四部作品 因为它们分别处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 孔子、孟子、曾深、子思 朱熹把这四部书编在一起 所以称为四子书、简称为四书 五经指的是诗经、上书、礼记、周易、春秋五部作品 秦始皇焚书坑儒 据说经情火一聚 月经从此失传 历代科举选试 诗卷命题也多出自四书五经 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、为人处事之道的重要程度 喔! 字幕由 amendment准备